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播客,我是网友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索2023年度中文网络世界中最热门的流行语 揭开它们背后的故事和文化现象 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是只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开来 被广泛使用的一类特定词汇或表达方式 这些词汇常常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聊天和网络社区而迅速传递 成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观点的一种有趣方式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2023年度中文网络的热门流行语吧 近日,中国某家周报主办的2023十大网络流行语正式公布结果 以下为排名前三位的流行语 排名第三位的是特种兵旅游 它只最近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种旅游方式 用最短时间和最少费用来游玩最多景点 像特种兵一样挑战身体极限 在特种兵旅游的行程安排中 珍贵的白天时间是不可能浪费在路上的 年轻游客们会选择西发朝智或者半夜抵达的火车 开启自己一天的旅程 热门景点和美食是年轻人千里奔波的主要打卡地 排名第二位的是显眼包 显眼包这个词的重点在显眼 就是在一群正常人中耍宝 很突出 很出风头的意思 显眼包常常出现在社交界 拍照界 动物界等各个分区 用它形容别人 一般是用来表达个性 赞扬其带来的快乐 排名第一位的是爱人艺人 爱人艺人分别对应MBTI人格测试中的两种大类型 爱人指性格内敛 艺人指性格外向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爱人享受独处 艺人更愿意通过社交吸取能量 网络流行语不仅仅局限在网络上 它们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用语和交流方式 比如 在与同学或同事初次见面时 可能会有人问到你是爱人还是艺人 或者在元旦假期 亲朋好友可能会邀请你参加一次特种兵旅游 等等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播客 希望您对中文网络流行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分享给您的朋友 并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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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